当618年杨广在江都惨遭杀害,隋朝覆灭在吉时,是否还有人记得,这已然黯然失色的皇室中还残存着一线生机,而当大厦江青之际,这微弱的火种,又将经历怎样惊心动魄的波折,才得以在风雨飘摇中,打开希望的缝隙,结束已定,宏图破灭,当年主宰天下的杨氏宗氏。 如今只剩下几个可怜的孤儿寡妇,他们曾拥有万千富贵,现今却只能依附在敌人金戈铁马之下,求得一线生机,这些救世王室最后的血脉,又将面临怎样悲惨的命运,揭开历史的阴影。 这里是圣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618年4月,杨广在江都被叛军杀害,随朝覆灭,至此,这个曾一度强盛的帝国彻底分崩离析,杨广的手足们大都已死,他的儿子们也早早夭折,此时此刻,能够延续杨氏血脉的,只剩下杨广的几个年幼的孙儿。 而,杨广在逝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曾残忍地刺死过自己的众多手足,幸存下来的杨秀和杨广,也在江都政变时被害,杨广的四个儿子中,杨昭早已于609年病故,年仅23岁,杨兰也在江都之变中遇难,扬明这颗短暂绽放的昙花。 早早地夭折了,只有幼子杨广在这场腥风血雨中死里逃生,然而,以无力回天,在618年开启的这场风暴中,隋朝覆灭已成定局,杨广的另两个儿子杨潭和杨栋,成为隋氏于脉唯一的希望。 江都政变后,王世冲等人在洛阳雍历年仅14岁的杨栋为帝,视为隋公帝,然而隋朝已经日薄西山,隋公帝也只能任人宰割,在长安,李渊则雍历了杨幼为帝,史称隋公帝,杨幼是先帝杨昭长子杨潭的弟弟,然而好景不长,仅两个月后,杨幼便被李渊废除,至此。 身为隋朝后裔的他,再无翻身的可能,风云突变,江山一主,杨广的妻儿,以及隋氏宗亲,都在这场空前的动荡中陷入绝境,他们的命运,亦将随之天翻地覆。 二,宇文化级屠杀杨氏一族,只剩杨正道一脉,在618年的政变中,杨广的两个弟弟杨秀和杨广被害,其他杨氏宗氏也无疑幸免,全部被叛军悉数杀戮,此时唯一幸存的是杨广的侄子杨浩, 他与宇文化级关系较好,被立为傀儡皇帝,然而好景不长,在与李密的战斗中失败后,宇文化级杀害了杨浩,并自立为帝,在这场腥风血雨中,杨氏一族被宇文化级彻底屠杀殆尽,鲜血染红的江都城内遍地尸骨,杨家宗族血流成河,悲惨不堪,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有一个不起眼的女子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从宫中逃了出来,这个婴儿就是杨广的遗孤, 杨正道,他的生母不过是杨广的一位末尾妃嫔,在这场动荡中被人遗忘,才化险为夷,而他的儿子杨正道,也成了整个杨氏家族仅剩的唯一血脉,最终,杨氏一族被宇文化级灭门的恶号也传到了窦剑德的耳中, 为了自己的政治打算,他决定收留这位杨氏唯一的遗孤,杨正道,一个不起眼的婴儿,一个黯淡的姓氏,竟成就了日后风云变幻的奇迹,与此同时,在614年,从隋朝派往东突厥做人质的一城公主,正是杨广之女,一城公主在突厥全市建长,他听闻杨家移民惨状后,深感痛心,便动用自己突厥的影响力, 联络东突厥克汗处罗,希望能收留这些杨家的移民,处罗克汗对一城公主的请求深感敬重,他还没有忘记从前杨广的恩惠,于是他答应提供庇护。 619年,窦剑德将杨广的遗孤杨正道以及杨广的皇后萧皇后交给了东突厥的处罗克汗,处罗克汗不仅收留了他们,甚至于杨正道封为隋王,驻他东山再起,处罗克汗动员突厥部落十万大军, 是要收复河东之地,重新扶持杨正道建立隋朝政权,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处罗克汗计划东山再起之际,他突然并重离世,这一切老谋深算尽负东流,但在他死后,东突厥的新任可汗仍然陨落会庇护杨市的移民,其中就包括了杨正道624年一场风波剑起。 杨正道在部落争端中遭突厥宰相杀害,而窦建德也在动荡中去世,尚在强保之中的杨正道,成了东突厥可汗627年送还给唐朝的贡品之一,当这个不起眼的婴儿被送到长安时,还有人记得, 他竟是传说中已经在两年前覆灭的隋朝的皇帝后代,而现今这位辉煌帝国的遗孤,已不再具任何威胁,在位的唐太宗李世民采取了宽大仁慈的政策,尽管杨正道生来便与自己势不两立,但他并未嫁以迫害绞杀,相反,李世民对于这个杨氏微血脉的到来,更多的是怜悯之心。 一个家族的覆灭,一个少年命徒多舛,这在李世民眼中也不过是权力更替中必然的悲剧,于是,李世民不仅没有加害,反而给了杨正道官职和优厚的俸禄,并且默许其在长安开始新的生活,杨正道在唐朝度过了他后半生的岁月,史书说他最终在理智之时去世,对于这位东归的隋朝遗孤,唐朝皇帝和朝野都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同情,然而有些细节还是令人疑惑, 杨正道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子嗣,能不能延续杨氏一脉的香火,这在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 很多人认为,李世民当年对杨正道的优厚俸禄,恰恰是为了照顾杨氏血脉,维系这个没落家族最后的根基,当代一些考古发现,似乎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在唐代的一些墓葬中,发现了一些使用杨氏家族独有文样的文物,这似乎显示出杨氏一脉并没有断绝, 只是历史的长河中不再引人瞩目而已,这最后的一个疑问,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答案,随朝覆灭,天下大乱,在这场动荡中求得一线生机已属不易,然而对于杨正道而言,生机意味着不断抉择和妥协。 在敌对势力之间寻求脆弱的平衡,最终,在这场暗涌的风云变换中,杨氏的香火得以传承,这已是最大的安慰,人生风雨既然难逃,又何苦去执着那一鱼的狗活,历史滚滚向前,冷眼旁观,也许正是看清风云的此消彼长,人才会懂得珍惜眼前每一刻安好, 杨氏宗氏虽一度荣华不复,但那默默温情,却仍在时光里回荡,传为佳话的,不是勾心斗角,追名逐利,而是人性中那一份温暖和善良,也许正如杨正道在东归路上遭遇的种种迁就,人世间最可贵的。 还是人与人之间那一份谅解与宽容,纷扰中的激流虽不可避,我们却可以选择,怀着宽广的心怀去面对,历史悠悠,朝代更替,那些曾经威武不能的王者与君主,终成风中残竹,而真正流传千古的,还是他们曾留在人们心中的一片温暖,几多英雄气短,几多盛世锦绣,我们终将老去,沧海成尘,然而生命的意义,不正是在于那一席温情,一颗善良吗? 也许历史的长河终会把一切冲刷,但美好是永恒的,即使它已经消逝,东十一月,平叛之后的天作地认为自己无敌于天下了。 于是命驸马肖特莫为主帅,林牙大臣肖查腊为副帅,帅铁机五万,不足四十万,禁为亲军七十万抵达驼门,准备一举荡平女真部,十二月,耶律张家奴反叛,气得天作地亲帅大军与张家奴大战于护不达纲,结果惨败, 资种粮草全部丢失,锦州刺史耶律术者也很快响应张家奴反叛,前同六年春正月,渤海高永昌直接称帝,改元龙击,天作地前史进行招安,高永昌不从,贵德州首将耶律于赌,也叛赴高永昌。 下四月,天作地再次亲征耶律张家奴,最后才把叛乱平定下去。 五月,天作地又跑到散水园避暑,这时女真君攻下了沈州,又攻陷了东都辽阳府,替天作地活捉了高永昌。 六月,天作地进封魏王耶律纯为秦境国王,又受天下兵马都元帅一职,秋七月又跑到秋山狩猎,十二月,突然又将废为数人的道宗会妃,进封为太皇太妃,看来她还是希望爷爷辽道宗能保佑他平定四方叛乱。 七年春正月,女真君攻下了春州,辽国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女谷,皮是四部级渤海人,全都向女真部投降了,女真君又攻下了泰州,十二月。 天作地命耶律纯征讨讨女真君,双方大战于吉林山,辽军大败,女真君又攻下了险州旁晋州郡,吓得天作地赶紧下罪己诏自责。 这一年,阿古达采纳了铁州人杨普的计策,直接称帝国号大金,先是建元收国,也就是收取辽国之义,后又改为天府,也就是上天辅佐之义,杨普不是汉人,是渤海大族子弟。 曾经考取过辽国的进士,他又对阿古达说道,自古英雄开国或受善称帝都必先求取大国的册封,像周文王姬昌就曾经是商朝的西伯,汉高祖刘邦就曾是西楚霸王项于所封汉王。 魏文帝曹丕就曾是东汉的魏王,晋武帝司马炎就曾是曹魏的晋王,宋武帝刘豫也曾是东晋的宋王,隋文帝阳间也曾是北周的隋国公,唐高祖里渊也曾是隋朝的唐国公,就连梁太祖朱全忠都曾是唐朝的梁王,阿古达觉得很有道理,于是立马前使与辽国议和,并要求天作地对他进行册封。